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美大事随身听节目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3期 我们节目的口号是 让您的耳朵忙碌起来 每天我们98%的信息都是从眼睛获得的 有时会让眼睛觉得不堪重负 所以我们的节目呢 就是要让您把耳朵也利用起来 一起随我去听一听中美之间发生的超级大事 和鲜辣的点评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聊聊做人的底线和做媒体的底线 最近呢 网络中盛传几则新闻 其一呢 是德国一个我都叫不上来名字的 所谓著名的第三方消费品检测机构 对包括老干妈在内的几个品牌的有辣椒产品呢 进行了最权威的评测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最权威是谁定义的 在他们的检测结果中 老干妈的部分产品被检测出含有多种添加成分 包括矿物油 多环方金化合物 增速剂及增位剂等多种致癌物质 而且这些成分呢都超标 还有一个呢 是关于Costco的鱼油呢 被美国的一个人找一个机构检查后 发现鱼油中有效成分的含量是比标签上标记的要少 所以呢就把Costco和生产厂商告上了法庭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上面两个事件的参与方都是第三方的机构 但是我们的媒体和所有阅读媒体文章的人们呢 都直接将这些机构提供的数据认定为真实 而且可靠的数据 直接在舆论上呢就做死了这两个品牌 而联系到我们身边的另一个真实的案例 一位加菲快递客人在网络中抱怨 加菲快递没有将他的眼影盒打包好 导致其眼影盒中的眼影在收到的时候散落破碎 与似乎呢 一堆吃瓜群众看到这里就开始高潮 纷纷表示要打倒这家快递 但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容我依道来 先说老干妈事情 事件的源头啊是来自这个德国的评测机构 不过和这个机构挂钩的呢 是中国的一个第三方评测网站叫优客网 这个优客网什么背景呢 我就不详细说了 反正我看他们做的东西啊 更像是收钱就推磨的营销网站 而不是公平公正的评测平台 不过这也难怪这个网站的CEO 以前就是在一些报纸那里上班的 好我先打住我对这个优客网的个人评价 避免因为通过我自己的主观描述呢 让各位听友不能以中立的立场来听我下面的介绍 其实我下面讲的东西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报告的原文就提到了 被查出的这些物质违反了欧盟或者美国的相关规定 但事实上欧盟或者美国根本就没有针对此类成分的标准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实 为基础大家其实就不需要相信他们报告内容中的其他桥段 而且呢在这个报告出来一年多之后 老干妈在现在仍然全世界热销之中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国家的官方机构 根据这个报告而禁止老干妈进入他们的市场 所以说老干妈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为了让大家安心呢 我再继续讲几句 这个机构的报告里提到了几个所谓的致癌物质 这些致癌物质是不是确实存在于老干妈产品中呢 抱歉其实我并不知道 但是我们先假设他们测出来这个数据呢 是真实的 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吃了呢 这么说吧 我现在给你举这样一个例子 虽然没有数据支持但你肯定可以理解 就是如果你每天坚持吃食品老干妈 不要间断每天都吃 连续吃上一年 也许你的身体真的会受到这些物质的某种影响 但是在你的身体得癌症之前 可能你的胃早就被辣椒搞坏了 那你根本来不及得癌症 什么意思呢 就是科学界呢 其实有一种通俗的说法 抛开剂量来谈毒性是耍流氓 任何有毒的东西啊 都是在跟你摄入的多少有关系的 比如说日本的福岛核辐射感染了整个海洋 但我们圣地亚哥居民为什么还敢在海边游泳呢 那是因为有害的辐射到达我们这里的时候啊 剂量已经太低了 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 所以老干妈产品中呀 即使有这些所谓的致癌物质 但根据他们的报告里提供的数据 仍然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影响 因为剂量实在是太低了 当然也会有朋友说 那我天天吃一点 剂量长期累加起来 是不是也会有危险呢 其实大客不必担心 因为呢我们还是要排泄的嘛 这类有害的物质啊 不会完全留存于体内 基本上吃去你多少就出来了 而所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影响的 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官方机构 早就提供了详细的标准 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的这几个所谓致癌物质 根本就没列进去 那么你猜是所有国家的官方机构都忘了呢 还是说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呢 正在今天这期节目开录之前 我搜到了知乎上一位牛人分享了一件事 就这个优客网之前也对德夫巧克力做过评测 他们的报告也表示某些含量超标 我先不谈这个报告是不是客观 只想给大家念一段这个优客网在2017年2月8号 就是正月12的那一天发给德夫巧克力的生产厂商 马氏有限公司的信中的一句话 大家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 这家公司这个网站是在干什么事 怎么说的呢 是我们恳请贵公司于2017年2月17号之前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回复 如未在上述时间内收到贵公司的回复 则视为贵公司对该产品信息及检测结果无意义 我就先暂时不说你选在正月十几号的时候发行读出 而且让人家十天内就回复 是不是故意为之 我只是想说 你一个第三方评测机构 有什么资格让一个公司去花时间 花精力去回复你的评测结果 你凭什么可以认为 当别人懒得理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当作别人认可你造的谣呢 刚才我说了 抛开计量来谈毒性是耍流氓 那么他们那份报告本身就是在耍流氓 而现在这个机构根据自己的报告这样与厂商沟通的做法 我觉得机构自己就是流氓 各位听友 你们可以自行判断 这些也只是我的主观判断而已 当然说了这么多 其实还是没有讲到我今天要表达的重点 什么是重点呢 就是当我们看到了这样耍流氓一般的报告的时候 各位媒体居然兴奋起来 在那个时候一时间各大传统媒体 各个新媒体自媒体都用最能吸引眼球 最能制造恐慌的标题 拿这个机构的单方面说词当宪法一般 纷纷宣判老干妈为宪 同时不忘再踩一脚中国的企业卫生问题 咱们的老百姓哪经得起这样的流氓胁迫 一时间纷纷哀嚎遍野哭天抢地 哭完了以后再振作起来 用自己的方式向更多人传递着流氓的事情 真的很恶心 这就是媒体的良知问题 媒体为了吸引眼球 将一个非官方机构的报告当作最终判决去报道 却不考虑这样做对无辜的企业 无辜的个人造成的伤害 今天说这个事的时候 其实最令我郁闷的还不是这个点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虽然我身在美国 但是我在任何场合都一直在尽力维护 中国的面子 那也是我的面子 我不是很喜欢别人说中国如何如何不好 看美国如何如何好 一般在这种情况我都在试图找出反例 但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 Costco因为他卖的鱼油的成分含量而被告的案例呢 我真的没有办法找到反例 因为我看到几乎所有英文报道都在尽量客观的描述这个案件本身 所有对Costco余油含量问题的言辞的引用呢 用的都是类似的原告表示或者原告提供的数据等等这类的词 但是我看到的几乎所有中文报道 全部都在法院没有宣判之前 仅凭原告的一面之词 或者在标题上或者在内容上都直接为Costco定了罪 这里选几个标题和内容给大家读一下 比如含量造假 华人最常买的Costco鱼油出事了 原来这些年的鱼油都买亏了 还有媒体说 震惊Costco被告 华人最爱鱼油竟然造假 代购们集体都要炸了 也有说 Kirkland Signature鱼油含量造假 擦亮眼睛 最过分是这一条 你买了假鱼油了吗 Costco鱼油因虚报营养含量被起诉 这个破标题连涉嫌两个字都懒得假 当然我不是Costco或者生产厂商的任何人 我自己也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说Costco的鱼油含量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也没有兴趣证明这一点 我要表达观点是在法庭还没有宣判之前 没有媒体或个人可以凭借一家之言而为任何当事人定罪 所以我现在对这些中文媒体和个人的报道确实非常失望 也许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华人确实是不如美国人 不过当然了美国人也好美国媒体也好 也有选择性主观报道的光辉事迹 所以今后我也会分享他们的一些这样的求事给大家 而说起华人媒体这些行为 我现在先引入一个大碗进来 崔永元 崔永元之前在反转基因的时候 特别喜欢引一个实验结果 就是法国的一个研究小组 在给小白鼠吃转基因玉米之后 发现这些小白鼠得肿瘤的比例比较高 所以崔永元很兴奋的就拿着这个结果 到处来当作转基因会致癌的实验证明 当然我现在要插一句话 今天我们不谈转基因的问题 我现在也不发表任何对转基因的观点 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谈我们今天关于媒体良知的话题 OK我继续来说 那么崔永元用这个结果呢 其实在科学界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实验的数据有造假成分 小白鼠们得肿瘤的比例确实比较高 但以此来推断说肿瘤是由转基因玉米导致的 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这个结论中有太多的干扰项以及太少的对照主 科学上是不能根据这个实验推断出任何结论的 比如说在这个实验中用的部分老鼠呢 本身就有高达57%的自发肿瘤的发病率 不管你吃不吃转基因玉米 你都有可能会得肿瘤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还敢相信他们的结论吗 但是我们崔永元先生 做媒体做了那么多年 居然就拿这样的实验去当上方宝剑一样 一顿乱砍 虽然我相信他的人品 我也相信他并不是有意为之 但他所做的呢 也就是非常典型的 仅凭一面之词就定案的 这样一个案例 那讲完大腕 我们再来讲个小角色 我又要竖一个敌了 这几天呢 北美尤其是加州的朋友圈里呢 一直在传播的一则新闻 新闻的标题非常惊悚 曝光 你在华人超市买的猪肉鸭脚都是假冒的 这个事呢 是说的是有华人商贩 在猪肉上贴标 造假的事 里面的内容呢 极具煽动力 不断渲染着关于安全问题的恐慌情绪 当然这个事呢 并不是假的 确实发生了 只不过这个事呢 发生在2012年 距现在已经6年多了 而且当时事件已经及时处理 全美范围内将涉及的产品全部召回 并没有产生任何严重后果 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社会恐慌 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 你一个微信公众号用这样的标题和内容来讲这个事 我觉得也和耍流氓差不多了 里面还有一句话 我非常不喜欢 怎么说的呢 它说造假的恶习就是改不了 到了美国也造假害人 大家都是华人 作为中文的媒体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的作践自己 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呢 叫做北美全之道 在这里我代表我个人呢 明确的对他们的这样的行为表示唾弃 最可笑的什么呢 他们在这篇文章的下方呢 还在招募所谓的亚马逊产品测评师 据我所知 这个职业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在亚马逊上造假刷虚假好评的 这就是这些人的嘴里 原显到我几天前提到的PFA和美安的案件 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 我们一堆人在转载和评论 关于PFA和美安的公众号文章 但所有的都是来自那篇文章的一面之词 我个人呢 不明就理 所以不会对这个案子发表任何意见 我也不会转转载任何我认为是单方面的说词 我更希望从我们朋友之间呢 去揭开一些事实 那所有的定性的判断呢 是在法庭对此宣判之后才能做出的 好了最后给大家解释一下今天一开头 我们说的身边的小八卦 就是加菲快递的客人在网上说 眼影盒没有打包好 所以里面眼影碎了的事情 但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那首先要说明的是 破碎的是里面的眼影 而不是外部的眼影盒 所以这就不存在说眼影盒没有打包好的问题 第二呢 那个破碎的眼影 在事后客人自己才透露说 都是他从不同的眼影盒里挑出来放进去 那么我们知道眼影一般是粘在眼影盒上的 通常来说眼影不会散落下来 但这个客人自己放进去的眼影 是不是能经得起这长途的运输和其中的颠簸 我们肯定就不知道 但我们确定的是 在你眼影盒里的眼影破碎 和快递公司打包外部的眼影盒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吧 所以当人们容易听信了一面之词的时候 自然会有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才能避免这样做呢 很可惜 可能从人性而言呢 这个是无解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也就不能要求咱们老百姓都是火眼金睛 那句所谓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其实就是坏人在耍流氓的时候安稳住看客的手段而已 但是对于媒体而言 你们必须有鉴别的能力 而且必须有专业的素养 否则你就不要干媒体这一行 那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就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媒体了呢 我认为也不是的 我对媒体的定义是只要你在传播一件事 你就是一个媒体 所以我光然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媒体 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各位听友 您呢 好 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 我是维青 我们下一期见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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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